6月16日,张云雷发布了首场演唱会纪录片,讲述了演唱会从筹备彩排到演出的全部过程,看得出来张云雷对于自己的首场演唱会还是非常的用心。 当然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张云雷的干儿子冯子轩露面,还亲自为张云雷送上了鲜花。 看到干儿子送上鲜花,张云雷也是非常的高兴,还跟大哥冯赵阳开玩笑,说你看人家多懂事,你的花泥。 随后冯赵阳父子也观看了张云雷的首场演唱会,如今大家也是第一次知道张云雷是冯子轩的干爹,以前都知道冯赵阳跟张云雷的关系好。 冯赵阳对于张云雷可谓是真情实义,张云雷南京出意外,张云雷醒来,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大哥冯赵阳。 在病房伺候了张云雷三个月,最后张云雷养胖了,冯赵阳却累瘦了。 张云雷被人攻击的时候,冯赵阳是为数不多赶站出来的人,公开为张云雷发声,不怕受到牵连。 如今张云雷首个演唱会也亲自到场,你没落我,陪你慢慢度过,你和我默默守护,这份一起确实是对得起德云社大哥这个名号。 提起冯子轩,相信许多关注德云社的粉丝们都知道,冯子轩作为郭麒麟的大徒弟,也被许多德云女孩们称之为德云社三代的颜值担当。 每次冯赵阳晒冯子轩的照片时,网友们都会评论问,轩轩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。 从小,郭麒麟也会经常带着冯子轩参加节目。 被许多观众熟知,对于冯赵阳为什么要儿子拜师郭麒麟冯赵阳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。 冯赵阳表示,都说生子当如郭麒麟,我可能没有郭德纲那样的爹,但我想要一个郭麒麟那样的儿子,所以就让冯子轩跟着郭麒麟一起学习。 有张云雷和郭麒麟这两个大帅哥栽培,无论是说相声还是唱歌,冯子轩的未来真是一片光明,妥妥的德云社的未来之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